大家好,我是Bendy 那今天要講的是Colin的Function Program跟AVOKD的部分 那所以Function Program應該 大家應該是對Function Program有一點興趣才會來聽這一場 好,那我先簡單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身工作在新竹某個半導體製造廠 那昨天有放到颱風架,所以我這投影片做了50頁 那我想我今天可以在40分鐘講完 那我生涯前10年是寫JavaOO的 那這幾年是轉到Colin 然後有混合一些Function Program的風格 所以我2021年有講一場JC Conf 不過那時候是線上的 所以這算是第一次在JC Conf的現場跟大家見面 那今年跟去年都有寫鐵人賽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所以今天我要講什麼 今天就是講我在Colin Conf看到一些 有幾個跟AVOKD有關的影片 那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Colin Conf的 帶到JC Conf來 然後有點像TrackGPT做的事情 不過我們資料比較新 我這資料是2023的 不是只有到2021的 那這幾個影片都蠻值得看 我連結放在後面 剛剛有沒有講到就是 這是我們在Colin Meetup這六月的活動 那旁邊最左邊那個Vincent 他現在正在01主場那邊 所以很多人都在那邊 那後面還有這個主牌 還有這個早上的Andy 好那今天的內容 看題目都知道 那我們就要談Colin的FP 那第一個大家可以問說 我們在專案中用到的Function Progring 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在Colin的時代 我們會談到Reality Progring 那Reality Progring的話要寫得好 其實就是要導入Function Progring 那Function Progring的概念 所以在Swift其實他有提出一個 叫做FRP Functional Relative Progring的概念在這邊 那第二點是Function Type 就是如果我先找Function當作一個參數 傳來傳去的話 其實他有很多可能性 可以做出各種 在偶爾需要做到的Denied Pattern 那第三點是Function Progring 也可以做Domain Modeling 不過因為DDD這議題有點 最近有點敏感 所以我們今天又不太 不太強調這件事情 那所以 那再來就講到這個Pure Function Pure Function是 如果把Function設置夠Pure的話 其實它Default就可以 做ModdySway Default就可以 Dispatch 分散下去跑 那這個 可讀性的話 我覺得這就見仁見智了 如果大家都熟悉的話 可能會 會覺得Functional Relative Progring 其實是比較好讀的 好 那我們先講AOKT 叫做AOKT的歷史 AOKT是由47 degree 開源的 那基本上這家公司 才有一個 一塊是在做Scala 所以當他們看到Colin這個語言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 誒 你們有抄了一些Scala的東西 但是抄太少了 我幫你多抄一點 所以他就把這個 把這個什麼Type Class啊 什麼Tagless啊 這些都抄過來 那所以就變成怎麼樣了 然後Colin 在他用的Library之後 你的Colin就變成Scala的形狀了 然後跟Scala一樣難學 嗯 好 我們不要這樣語言 就是會 比較沒那麼親切啊 那所以就會有 比較高的Line Curve 然後比較跟Colin的風俗 比較沒那麼接近 那所以會有一些 額外的概念喔 那 關於這些概念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個 等一下還有一場Scala Tagless的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好 那 我們要想了解Functional Relative 我們先回推Functional Relative 歷史喔 在1930年有個數學的實驗室喔 這裡面有兩個博士生 一個叫Steven Kerr 欸 我是金州勇士的教練喔 是他發明的那個 Regal Exploration喔 那另外一個是 Alan喔 就是 Alan就是 會引發地名的那個 是 他發明那個圖靈機 大家知道那個圖靈 那 所以這兩個大家都很熟悉喔 那 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圖靈他老師喔 圖靈英老師 圖靈英老師 是誰 是Alonzo Church Alonzo Church 他 在1930年就提出了 Lambda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說 呃 我有 當我今天有無限多的CPU 無限多的 Memory 的時候 我的Function 我的Function要怎麼能夠 然後 我有這麼多資源就可以 把 我的運算時間 直接除下來 就是 就是那一個 直接 就是那一個運算時間 就可以直接 所有的resource下去算喔 那 其實以前我們比較 Monalistic的程式 可能比較難這樣做到 但如果把我的Function 都可以拆成 拆解成 一個一個一個的Lambda 的時候 其實就有機會做到 那其實這個就很接近 我們現在 雲端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這個 AWS 它的Functional as Service FaaS 叫做Lambda 就是 就是從這裡來的喔 所以 也許這個 Renture活到現在 應該會很欣慰 就是他提出的概念 在現在已經發現了 所以其實Function文明 是一個 Ophation 就是在現在 它為什麼會起來 是因為 它當時的概念 其實符合現在雲端的概念 只是說如果我用 很純的Function文明 在寫 程式語言就會寫像這樣 我有一堆 High-Kai Type 然後有一些 I的T 然後還有一些 IO的Money之類 點點點 那你就會 嗯 就 就會有點難 好 那好消息就是什麼 好消息就是我們 今天的AOKD不一樣 今天AOKD它 就是 它回來了 它從 異世界回來了 就是它全面面向Colin 的Developer 就是 它我們今天談的Colin F1它其實是 符合Colin風格的 就是說 Colin它其實本身有一些 方形文明的概念 可是它不會這麼的 讓你不舒服 它希望它能夠你 漸漸接受方形文明的概念 在裡面 所以 今天講就是說 以前在AVOR 0.0.x的時候 其實 它有一些什麼 很多的封裝 就是 I的Option Valid the IO 那漸漸它就是把它 一直一直拿掉 到最後之下 其實最重要就是 我們今天就會談 這個I的這個概念 在這個 Functional的Money的部分 好 所以 這樣子 我們FP就會 變得友善多了 然後 你看起來好像 你還在寫一般的 imperved imperved code 然後你就可以 跟你媽媽說 媽媽你看我沒有在寫FP喔 那其實它是 裡面就隱含了Functional的概念 在裡面 這是我們大概 AVORCAD 2.0 會做到事情 好 那 接下來我們談 Landa Landa就是 所謂這種 Function Type 那Function Type 其實我們通常就會搭 這個 High Order Function 那 Function Function就是說 我可以把Function 有一個Function它接收 把Function當作傳入值 或是把Function當作輸出值 這種Function我們叫做 High Order Function 可以吃Function 所以它比 反而Function更高一層 所以叫High Order Function 那 在Culling裡面就是 有很多High Order Function 其實像我們 平常在推薦的 Score Function 像Late Also 然後 還有Apply 這些其實都算是High Order Function 那 在Culling的 這個 Collation 就提供超多的 High Order Function 那這個聖業有整理 就是大概 他的書就是 整理這個200多個 Culling 就是Culling Collection 的High Order Function 包含這個 Filter 包含 什麼 Groove Buy 等等 那其實 這些High Order Function寫起來 就會很像 我在寫 我在對Culling操作很像 我在寫 Sequel的語法 那他這個表達性 就會 就會比較好 就是說他很像 一般人在思考的線性 好 那所以 High Order Function 是 我Function的Function 就是我Function可以 傳入 到應用的Function 或是Function可以 被傳出來 好 那這裡我們就開始 介紹一些LKT 有趣的 High Order Function 那第一個我們會先 講到Curvy這個字 那Curvy一樣 不是金周友 是那個Curvy 是 那個發明 這個Curvy這個概念 叫做Hascal Curvy 所以基本上 就是Hascal這個語言的發明人 講這個Curvy的概念 就是 假設我一個韓式 它有 兩個參數 那我就把其中一個參數 固定起來 它就變成輸出一個參數的韓式 然後這種叫做Curvy 那 那其實 再來 就是其實 對於科學來 對數學來說 那個 算式其實是 應該是 一個輸出值 然後變成Fx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輸出值 所以那種是A到B A到B到C 那我兩個參數 他就想把它變成一個參數的Function 所以LKT它提供了這個 Partial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把這個Function 這個BMI的Function 它是 假設我今天身高183 然後我要假設 就是 然後 然後 我要 我要算我每天的體重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BMI183 這個固定起來 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只固定成183 然後用滿好滿好去表示我把這個 這個 Function變成參數化 所以它這裡我就得到另外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傳入一個Function 調出另外一個Function 這個Partially 那這裡我通常會 我自己在開發上怎麼用呢 就是譬如說我現在寫了一個Response 那就是我反正我會把它轉出這一上 轉出這一上 那轉出這一上 我可能 這個HVFound我可能是201 可能是200 那 所以我其實這些Code都一樣 可是我需要 它 它 就是有2Ok跟2Create的Function 它稍微有點不同 只有這個StateCode不一樣 所以我就可以固定這樣 然後 這裡Partially 就是可以得到兩個不同的Function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WaysN 那WaysN也滿有趣的 就是 我有兩個Function 它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我可以這樣下去跑 那跑完之後呢 我只取第一個回來的結果 就是最快回來的那一個 縱使只有差到0.01秒 它還是最快回來的 就是它還是得到冠軍 我只會拿那個 那另外一個我就Discard掉 所以我這邊這位就是 假設我有兩個Download Server 那 我就都去Download 那最快回來我就只取那一個 那 所以這樣子你就可以 對你的Function有更多的想像 好 那再來是這個 Concurement的部分 欸 應該 因為在卡裡面 我們就有這個 AsyncAway的能力嘛 所以 基本上我可以把 這個 Function先丟下去跑 就是跟他說 我要把Function做Async 然後他就可以 說 我這邊其實就往下走了 他就很像 就是Callback 或是 在Mujutsu可能不是Promise 那這邊就一次丟下去跑 那丟下去跑一樣就是我 會 會 等這兩個字回來之後 再把它輸出成 這個Diracus的字 那 這樣的操作其實 可能不少見 那因為 尤其我們現在是 Micro Service的時代 所以很多東西其實都可能要依賴 外面的 其他的Service 那 所以這裡他提供了一個 High-order方式叫做 Pazip 那Pazip做什麼 Pazip就是說 我今天 前面兩個這個Function 他都會 就是前面不管只有幾個 他可能 他這Pazip可以 前面會有好多個 就是說 我這裡有 可以傳四個Function 那表示我這四個Function 要一起丟下去跑 那一起丟下去跑呢 最後這個 這個參數 那因為Colin 允許我們在最後這個參數 直接把它變成Lambda的宣告 所以 如果最後一個參數是Lambda 他就可以直接在裡面寫 所以 假如我這裡有丟兩個Function 他這裡他就會把 兩個東西的結果都回給我們 然後並且可以直接拿來用 所以 這表達上就會蠻清楚 而且又 又能夠保證它很安全 他其實這個Pazip 他除了同時幫你丟出去之外 如果 其中一個Cancel了 或什麼 他 其中一個壞掉 他另外就幫你Cancel 他其實被要做蠻多事情 但你有Pazip就可以 很容易表達這件事情 而且可能你在 寫法上也不會太複雜 這個是Pazip的原型 就是說 一樣就是前面有兩個Function 他會同時幫你丟出去跑 那最後會把這個回來結果 把它塞到最後一個Function 的輸入值 所以他就會把這兩個輸入值結構 然後得到你要的 然後去做你要的運算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 我把Function當作參數 我還可以做 就可以做像剛才那些想像 那我們更常見的是說 我的Function可能我需要Retry 因為就是網路不穩 或者是DV突然黏不到 那一樣是網路不穩 那DV 那其實既然上就是 可是這Function可能Fail 那我想要 它 Try到成功了 那 這樣子我就可以直接用 Aware Resilient的這個封裝 就是 它有Schedule 然後跟他說Recursive 然後對這個Function做Retry 所以 基本上 因為如果我們需要 這樣的功能 如果我用Spring 或是Quarkus 我可能要做一些annotation的宣告 那 如果用Everything 你是在 我是在compile level 做完這件事情 我不需要 可能不需要一種 不需要一些Prosy Pattern幫我注入 做到這些事情 那 雖然有Replay Repeat 應該是蠻好想像的 那 再來就是 萬一 其實 Retry Repeat 雖然很簡單 可是 其實如果在一個 很糟的情況 被壓情況的話 其實有可能 它已經壞掉了 我繼續Retry 可能會造成滾水桌的放大 就是 它又壞 然後我有Retry 然後反而變成說 其實它是幾層幾層幾降 所以我們其實要 引入一個 概念叫做 Circuit Breaker 那 Circuit Breaker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 什麼 宅水電 或是水電爸爸 就是 Breaker是 我今天才發現 Breaker就是Breaker 就是那個切斷路器 然後那個斷路器呢 它這邊意思是說 假設我用 Circuit Breaker 把我的功能包起來的話 那 我就可以對它說 我今天如果壞掉了三次 壞掉了三次 會進入這個 close的狀態 表示說 我先把我服務保護起來 因為它已經不能再承受了 就是它有被壓的狀況 那 這也會設定一個秒數 就是 我秒數 這也會決定說 我過了幾秒再去 放一條流量進來去試說 後面的是不是已經好了 已經好了 我就會把它變成一個半開 就是 它會變成半開 那半開我會開始會 有些流量會 譬如說我20個流量會 丟一個進去 試試看我後面是好的 如果後面是慢慢回復了 那我就可以 又把這個開關打開 所以譬如說我做的是一個 雲端的服務 那這個雲端的服務呢 我就有機會就是 我不需要忍進來去看那個 DVCon內之後 我要把Service重開 我用Circuit Breaker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可以對我Service本身做到 良好的彈性跟保護 所以這是一個 LKT提供我們這個 Breaker的概念 那就是Circuit Breaker 宣告跟把一個 函數封裝起來 那既然這些操作就是 應該不用多 如果大家有需要 就可以再去細看 那基本上就是 剛剛講那些 數字啊 然後等多久啊這樣 然後它會做保護的作用 那重點就是我們 可以用這個Circuit Breaker 再把我的方形保護起來 那最後一個 我們講一個 比較簡單的 high-order function 那就是Merolyse 那Merolyse你在做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就是Catch啦 但是 就是在方形保護生機裡面 它就叫Mero的這個 某內 就是說 我的參數是 只要我透過這個Merolyse 我就可以把它 我只要call一次 它就會幫我記住 然後用那個 比較 就是比較昂貴的操作 我就會幫我把它記住 然後下次我在call的時候 就會變快 就會馬上回 因為它已經Catch在Meroly裡面了 那這個 這個概念其實當然因為我們 可能Java 有很多Catch的Fornwork 那其實 這可能應用上 沒那麼管 但是我想要用這個帶一個概念 就是說 什麼東西可以BamMerolyse 就是 它是 immutable的 就是我的方形 它是夠存的 才有辦法BamMerolyse 因為如果我每次取回來都不一樣的話 它就不夠存喔 所以我們這邊要 帶到 那就沒辦法BamMerolyse 因為Merolyse就沒有意義 因為它 這個每次下次都會變 那所以 如果我們要能夠 應用到 就是 這個Function 能夠當作參數傳染的計畫 其實 要有一個引入的概念 要做Pure Function 那Pure Function 有兩個 主要的 主要的 概念 一個叫做生Input 生Output 就是我每次傳入 一樣的Input 它就一定給我一樣的Output 就是 如果是個加法企劃 我 1加2一定等於3 不管在什麼狀況下 1加2一定等於3 那 No Side Effect 就是說 我不會去改 輸入值 然後 我不會去改 痊癒變數 然後 也不會去改變外部的常態 這個叫 No Side Effect 那 所以 這裡我們就會帶到說 那怎麼樣會沒有副作用 因為其實 因為剛才講 Function Query 是從數學家提出來的 數學家的 理論上是要很完美 就是 比如說 NP 就是 欸 什麼 就是 NP complete 或是NP 它一定要去證明這件事情 那 所以今天講 我今天有一個Function 是 100除一個數 那這個數呢 它 我100可以對到1 50可以對到2 可是我100除以0呢 它就Essession了 可是Essession其實就是一個 擺變外部狀態的動作 因為Essession是把 Essession往外丟 那我不知道什麼東西會接到它 就是Essession其實是一種 Go to的概念 這可以接種嗎 Essession其實是一個 Go to的概念 它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我不知道它 什麼時候被誰 catch住 然後 然後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早上 早上 Andy也有在講嘛 就是 我們在 在卡裡面 我們Essession是 Unchecked Essession 那因為 其實 不管怎麼樣 你最後如果要處理 就會處理 不處理 你就直接 寫更多Lawyer的Call 那 數學家怎麼解決 這種Essession的事情呢 他提出了一個 所以要提出一個 Iler的概念 就是 我有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呢 如果裡面 如果成功的話 我的盒子裡面 就是那個成功的那個值 這個我要想要處理那個 Happy Pace的那個值 那如果它失敗了 那我會用盒子去代表說 它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值目前是錯誤的 然後這個盒子就會 就會 這個盒子叫做Iler 那 Iler 那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 最後 最後 我可以聽他 最後留下了Iler這個概念 因為 它 我們不管在什麼狀況下 是要處理 好好地把Essession 處理掉 它是可預期的 那 它甚至把 Io這個Money 拿掉了 那我們先回過頭來 看 Io這個 我們放哪一張 好 先講Io好了 Io這個Money Io這個Money Io這個Money是這樣 就是說我預期從 現實的世界拿到一個值 然後 但是我還沒拿到 所以我先用Io把它封裝起來 那這個影片也蠻有趣的 這個影片是 唐鳳他在2014年的一個 在台大講一個 Function 然後他再講到Io 那 因為在Colin其實就有 susband function 其實susband 跟Io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只是 只是他把 Colin把 這個概念 藏起來 簡化了 所以 基本上我在Colin 就是看 他就是 為什麼他把Io消滅掉 因為Colin 後來出現了susband function 出現了contain 但是我還是需要Io Io是甚麼 Io就是 我 Io裡面 我不是左邊 就是右邊 所以他是 二則一 對不起 我應該講Io 因為我老闆都念 他英國腔都念Io 所以 Io的話 就是說 他Io的話 他我們 右邊就會代表正確的 因為Right is right 那 左邊的話就會代表錯誤 那 所以我一拍 我都可以用這樣的封裝 去操作我的 指 操作我的程式 好 那我們先看我們怎麼封裝一個 在IoCating怎麼封裝一個Io 那 這裡有看到一個就是 我定義的一個錯誤叫做 Arror 那 Air 好 然後 這裡我 Io裡面 看一下喔 然後 判斷這個值是不是正的 那如果是錯誤的話 我就會 丟出一個R 就是說他不是正的 那 在這裡我的測試就會看到 就會說我這邊出現說 這樣 這邊出現說 他是左邊還是右邊 好像有點亂掉 好 沒關係我們先回來 用這裡 那這裡我在測試就會去測說 如果我是錯誤的話 他就會進駐 他就是一個Left 然後如果是正確 他就是一個Right 那在這裡我可以定用另外一個Calling的特殊的Class 叫做ValueClass 那ValueClass在做什麼事情 那ValueClass在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對於原始 我對於原始型別 什麼Int Stream 我也需要做Modeling 那 可是我把它 因為把它Modeling起來的話 可能又會很耗 這個 Mannery 因為它是 我 把一個原始型別把它封裝起來 它可能會很耗Mannery 所以ValueClass提供你說 就是我把運式型前 封裝成一個 像DataClass的東西 可是它其實 在Complete的時候 會幫你省時間 那 所以我這裡會 有一個ValueClass 叫做Phone Number 那 我這裡會先把它的Controller長起來 那Controller長起來 就是說我要 給它另外一個我的Controller 叫做Invoke 那這裡在Invoke 在Culling裡面就會解釋 它會解釋成那個 跨弧這個動作 就很像Controller 那這裡我會回傳一個Idle 那Idle呢就是說 所以如果它是正確 我看到它如果是正確值 它就會是IdleRide 然後如果是錯誤就是IdleLab 那所以這裡我會看到說 這裡有兩個測試 就是 如果是FoneLaborXXX的話 它就會是Left 那這裡就會看到 第一個是 第一個回傳 它是第三行的回傳 是IdleLeft 那 第四行的回傳 是IdleRide 那這個 這個是在CullTest 如果大家有用 那個Culling的Test Framework的話 它是CullTest 有Default 就有帶的這個支援 所以你就可以輕易地判斷說 我這個是不是正確還是錯誤的 那這個有一個 另外一個面向可以思考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測試 可以變得更 清楚 就是說我不是去CullTest 那個Essession 而是去 而是真的去看 判斷它的行別是正確或是錯誤的 但是我會有很多個Idle 那 所以我要怎麼去串這件事情呢 那 在 我可以提醒它提供一個東西叫做 Idle Computation 就是說 我利用Bind可以把 我可以有一個Idle的Block 就比較Idle的Sculpt 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裡面 如果我有Idle的這個Tripe的話 我可以用Bind把它取出來用 那 所以這部分程度市場 我就可以利用Idle這個Block 然後 跟這個Bind把它拿出來用 那我可以整串的寫下來 那這裡是FailFaced 就是 其實我如果其中一個Idle 是錯誤的 那 我的迴轉值就是 那個第一個發生Idle 的Left的錯誤這樣 那這裡還引入了另外一個知識 就是說 在咖裡面它有一個叫Country的用法 就是說 我這個 參數經過了 這個Function 我會得到某種保證 那我後續就不用去考慮它 那這裡就是我告訴他說 我過了這個Function之後 這是LK提供的Function 就是說 如果我過這個Function 就會告訴Compile說 我後面的指它已經不是 它確定它不是怒魔了 如果它是怒魔了它本來就會拋錯 所以這裡我一個 問號的指進來 就是UserName這個指 本來是問號 它在經過了InsureNotLua這個 這個動作之後 我後續就可以直接把它 塞進去變成 當作它是NotLua進來了 好 這個就是 就是它內用Country這個能力 好 那這個FairFace我們狀況就是 就會 我們狀況這Test就會長得像這樣 就是 一樣如果失敗就還會Left 然後這裡會 跑出第一個錯誤的地方 那這個Right的話 它就會有這個回傳這個 我要的DomainObject 好 那但是我 因為今天如果是要做這個Found Validate 就是我今天如果是初出是一個Found的話 我可能不會 只想要第一個錯誤我就結束了 那這裡 所以這裡Carny提供了一個叫做 Zip of Acumen 那 Zip的話是Zip Right 就是 Zip就是 大家知道Zip是拉鍊 所以我把 這三個Function的 它把 Zip of Acumen 就是我這三個都會產生一個值 這三個值呢 它就會當作第四個 這個Function的傳入值 這個123 代表這份 代表這123的結果 它幫你抓出來 然後Zip幫你 拿下去跑 那 這個Acumen呢 就是說 我如果出現錯誤 上面這三個出現錯誤的話 如果出現兩個 它就會幫 這兩個累積起來 如果出現三個 就會把三個錯誤累積起來 那 所以這個Function 它就會代表說 我用I的包起來 然後 我會 但這個錯誤是會累積的 然後最後如果發生錯誤 它會把所有錯誤都回傳 都回傳給你 列起來給你看 好 那最結果就會像這樣 就是我的I的Left 是有可能會累積起來的 它兩個 兩個Not Made It 都會回傳 然後再一個 Long Applied List 為什麼會有Long Applied List呢 就是說 因為我要嘛就正確 那要嘛就失敗 可是因為我失敗了 那我表示我裡面其中 這個List一定有一個值 所以它叫做 Long Applied List 所以它不可能是List 然後是0的這樣 那 那 是Fold的 所以其實就跟哲理器的概念 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我 把 像我這個就是 我把 最後我在HPU response的時候 我會把 這個 我這個I的結果 變成 要嘛就是 200 200 然後這個值回去 或者是 或者是它是錯誤 那我就要回答 回A我 那可能它是 看它是400是500 好 那這裡 其實我的 左值呢 我通常就會賦予 其實是賦予它 一個CO interface 就是我所有的 錯誤都會 統整在一個CO class CO interface 底下 所以 所以 當我在Domain Model的時候 其實我連 錯誤都Model進去了 就是 我 所有可以想到的錯誤 什麼 這個 電話碼不合規啊 我這個User內不合規 我都把它Model起來 那 這個Model起來的好處就是 我 是 我在compile的階段就知道 這些錯誤我沒有處理到 那而且是 我想到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而且 如果你用CO class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其實 早上Java 21那邊也有講到sealed 那sealed的好處就是 它是可以窮舉的 所以 假設我所有的錯誤 我有沒有處理到的 那 這時候compile就會提示我說 你這個 這個錯誤沒有被窮舉到 要嘛你就寫else 要嘛就全部把它窮舉出來 所以 這個就是 為什麼 從數學家的角度來說 就是functioning他 覺得比較 比較舒服 因為他覺得 所有的可能性都有考慮到 那 他是算無遺漏的 好 然後我們講了這個 剛才講的主要就是Ider的 Ider這個monet 那 你剛才講Ider這樣會不會太快 好應該 大家應該都蠻清楚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那個 Immutable 就是 其實我的 就在 在數學家眼裡 就是 這個 我的 變數應該是不是可以變的 嗯 對 所以他就 然後 我們就要參數 就是 我這樣 可能中文我們不會講變數 我就講參數 就是 所以其實在Colin 其實 在Colin 其實 Colin 所以 所以他會有那個 Val 就是 Val 是 我的參數是不可變 然後 再來就是說 Function Default 是 Immutable 我 我列 ListOf 我用ListOf這個 function的時候 它Default是Immutable 我一定要加個 MutableListOf 才會 有一個 Mutable的List 那 因為他不是反過來 所以他 不是反過來說 我有一個 他叫你宣告一個 ImmutableList Of 所以基本上 Colin是 隱含的 他是 比較Support Immutable 這個概念的 只是他可能沒有 名獎出來這樣 因為他可能要為了 跟Java的相容性 那 而且 其實Colin還有一個 Immutable 一個很好用的 叫做 DataClassCopy 就是我的DataClass 如果我想要改變 其中一個欄位 然後 又不改變其他值的話 我就可以用DataClass的Copy 然後這DataClass的Copy 就可以指定說 我其實只要變 某個欄位 比如這個Address 它是等於什麼 其實這個 一般狀況是很方便的 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的Domain Model Domain Model 如果我要Model的好 甚至我連Value 剛剛講的Value Class 都要Model的話 那其實我的Model 就會蠻草狀的 那可能 如果我要去 今天 這個人 我要 改變他的 Country的時候 就是這個 如果今天 比如說 苗栗他獨立了 那 那我會把這個 Country改成苗栗 那所以 我就會這樣子 Copy copy 然後改到這個 苗栗這個值 所以 EValue他提供了一個 Library 叫做 Aptis 那Aptis 就是他 可以方便你對這種 潮狀的結構做 Immutable的操作 就是他其實是改變那個值 他是還一個新的 那 EVal他就打上這個 Aptis Aptis 然後 然後 這邊要加上 Country 因為這個 他之後 他做Core卷的時候需要用 所以 所以他其實需要 打上 這個 Lens 這個 Aptis 然後再 那他就會提供你這樣的 一個操作方式 就是 你就會直接 改 直接用點點點點 改到裡面 炒狀這個值 然後而且他是 他是一個Copy 那 所以這樣子 苗栗他獨立就比較簡單 那Aptis 他是什麼概念 Aptis是從這個 Aptis是從這個 光學來的 就是我有個凸透鏡 然後我可以 站在我這個角度 去操作到裡面的那個值 所以這叫做Aptis 那他提供另外一種 這也是他另外一種Aptis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直接點然後set這個值 所以我可以從 所以我可以從 直接從person這個 這個角度 直接點到 他的ct 那所以其實Colin Lokt他其實 他就是越來越趨向這個 呃 Colin的風俗跟語言 那比如說像 像 呃 Function plugin他有個叫 概念叫 Traverse 那這裡他就會建議你說 他就會 呃 你在 如果你本來有用寫Lokt 然後用到Traverse 在 Lokt 1.2 他就會提示你說 你按一下 他會把它改成比較Colin的寫法 算我覺得有寫 然後就會變成 從 Traverse 這個 變成這樣 嗯 雖然我覺得好像也沒有比較好看 但是 但是他就是 呃 開始面向Colin的風格 那 其實當然因為 面向Colin的風格 我覺得他有 幾點啦 第一個就是 呃 他當然希望 呃 吸引更多的Colin使用者 就來用 那再來就是因為Colin 開始進入到這個 Multi Play Phone 那Multi Play Phone 他其實他就 不一定能夠提供 很快提供這些資源 所以 他乾脆就是 更面向Colin的 開發者 一點這樣 那 其實 剛才講那個Traverse 他其實也不是消失 他只是 移到另外一個 Library 所以這個Arrow 他不只放箭 呃 不只賣這個箭的這個 賣這個Arrow 這個弓 那個弓嘛 那Colin是那個弓的那個石筒 就是 弓箭那個筒 叫Colin 所以他剛才把那些 Traverse 或是大家如果習慣 Functional Quay 你用到Framemap 他會之後移到這個Crovert 這個Project 好 那最後就是說 我們在Colin 在Arcad裡面 我們用Functional Quay 的話 呃 我們講 我們到底 Functional Quay 到底得到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我們在寫Functional Quay 其實是 Focus on Data Transformed 就是 A到B B到CC要抵 這樣子 那 對於Site Effect呢 我們可能就會用Iler 去把它 管理起來 那這其實我也不會說 嗯 你所有 其實 Awork一定還有在講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 我們朋友沒有準備投影片 不過就是說 他 他有一個影片在講說 其實 我不是所有這種 像這種網路的 Aero 或是內容的Aero 都要把它Model起來 因為那個可能就真的是 Ecession 我其實比較Care的是那種 BusyLogical的Aero 就是 什麼電話號碼是錯的啊 然後 我這個State不符合 那我可以用I的把它Model起來 那比較這種 呃 我 其實我Model起來 也不能處理的事情 那你就把它當作Ecession 那 再來就是Testability 就是 如果我連錯誤都Model起來 其實我測試 我可測的會變多 我的Coffage 測試的Coffage 其實我也會提高 那再來就是 Concurrent Ready 因為我已經沒有 我的Pure Function 我已經沒有X直到這個 痊癒變數 那我也不會去改變傳入的值 所以我Default這個Function 本身就很純 就可以分散到很多個地方去用 好 那這個是 我一些Reference 那 這裡是 這四個影片 像我修那四個影片 剛剛 剛剛 一開始那四個影片 那這裡我有一個簡單的測試 那 我覺得我可以推薦這個 這個 這個專案滿有趣的 它就是 用Colin再寫一個 Moralistic 類Moralistic的一個專案 那它裡面用到各種 大家可以想見的這種流行詞 比如說 看一下什麼 就是 比如說 Moralistic的架構 比如說 這個Colin Arcature 然後這裡講 這個 這個 ADT ADT其實就是 剛剛我們在講 這個 比如說 Seal Class 它是一個Sound Type 就是它的可能性是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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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然後我的Dirac它是 一個Pred Type 它是可能性是 我所有欄位的成績 那這邊是 ADT是說 我用這些概念 來Model 我的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ADT 然後這裡有講 Wallflow 它裡面 其實Colin 它有些Channel 或什麼 其實可以直接做到Wallflow 不一定要有些Framework 然後所以這個專案 大家有興趣可以 參考一下 好 那 回到頭一遍 回到頭一遍 好 那 基本上 好 今天就 不重要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